作为资本市场改革当中的重要一环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已经见在闲上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说 昨天关于注册制改革决定的草案 已经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而审议之后还需要经过委员长会议的讨论通过 那么据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内部人士表示 不出意外的话最快本周末就会出结果 草案规定了授权事项实施期限 以及相关配套要求等三方面内容 这意味着在本次人大获批后 注册制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 不过某券商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注册制在实施初期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之后会逐步放开 注册制一开始从我的理解可能会更严 那他肯定开始还会谨慎的去推这个注册制 慢慢大家都上了轨道他才会放开 尽管注册制改革的方向是审批权下放 减少行政干预 看似上市门槛下降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将更加严厉 并集中在事中事后环节 建立市场规则仍是重中之重 把一个市场做到一个合理的情况 监管是必须的 你如果是放任他做 其实这不叫市场 这叫丛林 刘明迪认为注册制的实施有利于加快企业融资步伐 提升市场定价功能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可资源的炒作 但在注册制实施后 如何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退市率的确是比较低的 过去12、3年 A股是5% 港股是15% 美股是65以上 我觉得可能最后是一个机制问题 这就是重不扭则的 感谢观看